首先来关注一则跟留学生相关的消息 近日有多位留学生遭遇了前往美国之后被遣返的经历 领事馆提醒留学生尽量减少从个别城市入境的情况 在本周中国社交媒体小红书上又有网友爆料 一位中国留学生从中国乘坐飞机 前往洛杉矶国际机场LAX之后竟然失踪了 小红书用户Miss Mask表示说 她的朋友是在上周日晚上到达洛杉矶国际机场LAX之后 人就消失不见了 她说她的朋友是晚上8点多抵达了LAX 她发微信时还和朋友在聊天 那么这个人到9点多就联系不上了 微信不回人消失了电话也不接 而前往街机的朋友一直等到凌晨1点多时慌了 赶紧找其他认识的朋友询问是否能够联系得上 起初这些年轻人认为这位留学生估计是被遣返了 但是就算是遣返也理应上了飞机 等到了国内应该也就是24小时之内的事情吧 那发帖的Miss Max表示说 她发这第一则帖子的时候已经超过了24小时 但是这人呢还是完全没有踪影 她在小红书的帖子里说 她是被关起来了吗 可是她只是个学生啊 她撑死学习就是差了点 但是也不至于直接给她关了吧 到了第二天Miss Max发了帖子的后续称 仍然联系不到她这位朋友 这位失踪的留学生 这些孩子在无奈之下给中国使领馆打了电话 电话因为在线很忙 被转移到了中国的外交部 外交部表示说需要这个孩子的身份证 以及护照号码才能够进行查询 不过外交部也强调说这孩子呢 应该是被移民海关给扣下了 扣留期间移民局会人道的对待遣返人员 然后呢是由乘坐的航班公司负责返航 因此呢现在基本确定这个人还在LAX 他是上周日晚上到的 现在已经周三了 目前本台记者联系了这位小红书的发帖人之后 发帖人告诉记者依然没有消息 这位失踪的留学生他是乘坐的下航来洛杉矶的 按照下航的时间表来看 他应该是没有赶上周一零点的航班回国 因此呢可能他会等待周四的航班回去 在这则帖子当中评论点赞数最高的一条显示说 首先你的朋友应该是进移民监狱了 他需要等待48小时之后被遣返 60小时之内应该可以联系的上他 本台将会继续为大家关注这则消息 好 继续来关注 好 继续来关注